继续学习 那第二点 圣灵洗的第二点 受圣灵必说方言吗 是不是一定有受方言 我们根据圣经 我们知道 说灵眼是受圣灵的唯一凭据 我们认为 根据圣经这里 受圣灵有凭据 说方言是唯一的凭据 怎么知道呢 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论圣灵 我们请大家看 约翰文三章第八节 主耶稣论圣灵 看看 三章第八节 因为当时主耶稣说到重生的时候 这个狸哥弟母很不理解 说一个圣灵重生不能进神的国 没有经过圣灵重生 那谁的重生好理解就去受洗 那圣灵的重生 很不好理解 那主耶稣就给他说一个比喻 主耶稣 这里主耶稣怎么说 我们看第八节 他主耶稣说一个比喻 第八节起 第八节 分耶稣明读圣经 分谁做意识吹 你听见分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还从圣灵身的也是如此 这一段经文很重要 往往很多人把它剥了掉 因为这个圣灵的重生 很不好理解 因为这个很抽象 结果主耶稣就用分来比喻圣灵 因为分也是看不见的 圣灵永远也有分的意思 也有分的意思 所以主耶稣就说分谁做意识吹 圣灵临到的时候 好像分吹一样 好像分吹的 你们听见分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分能不能看见 但是我们分吹 能不能听到响声 吹在身上有没有感觉 他会还从圣灵身也是这样 可以听见分的响声 你看 吹在屋顶上会不会叫 吹在树上会不会叫 呼呼叫 花花叫 所以说圣灵声就是这样 吹在树上 树会不会摇摆 所以说我们受圣灵 会不会震动 正常不正常 分所以说意思吹 我们就联想到福音吹在你们身上 自己有没有体验 没有体验 注意说那些未教会牧师 他就否认设圣灵 因为他没有体验 你怎么会知道 你没有吃过护青的冠笔 你怎么写论冠笔 是吧 你随便论文 论冠笔 冠笔你都没有吃过 你怎么论出来 那就是乱弹琴 你看面包认为是冠笔 其实是不一样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理解 因为我们受圣灵 我们体验 风吹在身上有感觉 我们受圣灵自己有体验 风吹在什么 屋顶上有声音 吹在树上有花花叫 所以说圣灵有响声 你们可以听见风的响声 所以说圣灵有响声 可以听出来的 我们可以体验的 风吹在树上 树会摆动 吹在我们头发上 头发会飘动 那就是我们受圣灵会枕动 那就很正常 是不是因为跟风一样 所以让风我们会联想到 受圣灵是怎么样 他说蝗虫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所以说受圣灵 主耶稣有响声 可以听见 也说明受圣灵 我们可以体验 我们也可以看见 身体震动 可以看见 所以说五旬界的逝世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他们是聚集在一起 他们祷告的时候 突然圣灵降临 他为什么知道 五旬界是圣灵降临 他们不是主耶稣一升天 他们就受圣灵 圣经 圣经使徒行传来自记载 他们天天聚集在一起 横切祷告 所以说受圣灵有一个明显的 什么证据 头九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为什么不说 主耶稣一升天第二天就受圣灵 来自五旬界那天受圣灵 他们都知道 因为那天他们早晨 照常找聚会 他肯定也有找祷会 我相信 是不是 他们找祷会的时候 祷告 横切祷告 诶 突然圣灵降临 突然圣灵降临 有响声 突然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说方言 这个时候 因为他们说方言 祷告的声音非常响 结果引起很多人回国来观看 那有的人就不理解 有的人会听见他们在什么 称赞神为大 用各地他们的相谈 这是他们什么 神开他们的耳朵 让他们能够什么 得到方方言的恩赐 能够听出来 他们是在用各人的相谈 说什么 赞美神 他们是在赞美神 他们尽管在说方言 是在赞美神 那有的人听不见 另外有人 圣经里面有做到 另外有一批人 那些人不虔诚的人 他们里面这些人 怎么搞的 有点不正常 是不是喝醉酒 里面这些人很不正常 身体会整顿 嘴巴讲出吉利瓜拉声音 到底什么名堂 所以认为你们这些人不正常 是喝醉酒 结果彼得就站起来 做见证 我们不是喝醉酒 因为时候刚到事初 事初是刚刚九点 那就说明圣灵降临 大概是八点多一点 是不是 那就说明他早前 他们有起来祷告 祷告到横切 祷告到八点多 哎 圣灵多难降临 所以说圣灵降临 有一个明显的证据 受圣灵 别人可以看出来 可以听出来 可以看起来 这是五旬界圣灵降临的历史事事 那五旬界圣灵降临 是受圣灵最标准的模式 是不是 这是最标准的 你不符合这个 就说明你还没有受圣灵 以受放言 到十度一段第十章 你看彼得和同行的门徒 他自属于能够知道 圣灵降在一切的人听到 听到的人身上 到哥利临家 圣经我们刚才读过 是因听见他们说放言 是不是 听见他们说放言 怎么知道 他们受圣灵 因听见他们说放言 同时彼得还强调说 他们受的圣灵跟我们一样 十度一段十章 十度行传十一章 十度行传十五章 十五章 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 彼得也同样做见证 证明神也越来越班了 他们受的圣灵跟我们一样 一样什么 说放言 好像我们到卫地 碰到 碰到我们老乡 哎呀我今天 在哪里碰到一个我们父亲 父亲老乡 你怎么知道他 他是父亲哥 为什么知道 讲父亲话 他讲的话跟我们一样 是不是 那就说明是父亲人 是不是 我看见几个心话 普天人 因为什么 听见他说普天话 是不是 那我们证明 怎么知道他受圣灵 因为他受的圣灵 所有的方言跟我们一样 所以说受圣灵 是不是又说放言 又说放言 来是因为听见他们说放言 有数啊 他们所有个人受圣灵 他们又说放言 又说预言 是不是 知道所有个人受圣灵 我们教会是不是一样 这样子 我们今天求圣灵得到几个 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怎么知道这所有个人 说圣灵 说放言 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 我们跟他一样不一样 一样 所以说我们就是使徒教会 他们笑我们 我们的历史比利更差 我们说我们比利更差 我们是使徒教会 是不是 他们笑我们 你真耶稣教会才成立多长时间 我说真耶稣教会是使徒建立的 耶稣借助圣灵 使徒们建立起来 我们是连续在使徒教会 为什么 我们说连续使徒教会 因为我们的圣灵一样 我们的道理一样 这两个传统 灵统跟道统 这是最关键 如果我们传的道理跟使徒不一样 我们就错了 如果我们说的圣灵跟使徒不一样 我们也错了 所以我们敢诠认我们的信仰不错 就是我们 我们所传的道理跟使徒们传的一样 以后寒寿学习 如果大家有学到使徒形状 我们一定要这两个线索要抓住 学习使徒形状 一个是真理的传统 一个是圣灵的传统 跟我们教会一样不一样 使徒们传的道理跟我们一样 我们就是接续使徒教会 我们所受的圣灵跟祂一样 所以说有以上的经文都证明 使徒他们都是 他们当初受圣灵的经验 都是以受方言为标准 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圣灵 他们是以什么 他们说方言跟他们一样不一样 是不是 来判断谁到底受的圣灵 谁还没有受圣灵 所以说 说灵言是受圣灵的唯一凭据 现在以天人说我们受圣灵 这个不是圣灵 是我们乱讲 那现在他们开始改了 他说 我承认 说方言是受圣灵的凭据 但是不是唯一的凭据 我也跟他们查过 圣灵是受圣灵又说方言 但是不是唯一的凭据 我当初就还问他 那请你把有其他的凭据给我拉出来 他又拉不出来 你能找到根据说受圣灵不要说方言 有没有这样的证据 找不到 他们找不到 我们可以找出一连串证经根据 所以说这个方言受圣灵是可以看见的 是可以听见的 我们看十度行传第二章 我们看一看 十度行传第二章 耶稣说可以听见 可以看见 受圣灵就是几样 可以听见可以看见 我们看 我们看十度行传二章 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福音耶稣民读圣经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重复受了所义 受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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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逛一下 你看 数看见 数听见 有没有 有没有看见 有没有听见 有没有 受圣灵可以看见 可以听见 看见他身体震动 好像风吹在身上 听见什么 听见他们说方言 完全符合圣经 不是说默默的在心里 没有感觉的 是有感觉的 所以说这是第一点 受圣灵必须说方言 第一点 说方言是受圣灵的唯一凭据 那接下去 我们就是学习 方言祷告和方言讲道 圣经里面有方言讲道 还有方言祷告 这个我们又分清楚 如果分辨不清楚 很多人因为分辨没有清楚 对真理没有认识清楚 所以他就认为说方言是一种特殊的恩赐 他认为说方言是特殊的恩赐 他甚至说说方言这是最小的恩赐 最末等的 你看魏教会书 他说最末等的没定的恩赐 这个是错误的 错误 这个理解圣经 我们说 我们看讲义 由于说方言的对象不同 而有方言祷告和方言讲道的分别 因为说方言的对象不同 我们向神说方言是方言祷告 向慧众说方言是方言讲道 用方言讲道 那什么是方言祷告 那方言祷告是普遍的恩赐 凡是这个普遍的恩赐 说方言这个恩赐 原文的经文都是这个 这个字母 大家看 我这里有写出来 字母 这个普遍的恩赐 受圣灵与对象有关系 这个恩赐 这里说到恩赐问题 恩赐 说方言 受圣灵 说方言 这是普遍的恩赐 这跟对象有关系 方言讲道 那个是特殊的恩赐 跟对象没有关系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得到 方言讲道 也就是说方言会把它翻译出来 不是普遍的 我们看这个十度印传二章三十八节 刚才读过二章三十八节 他说 你们个人有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色 就必领受死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语是给你们和你们的恶利 就必领受死赐的圣灵 这是就必领受圣灵的恩赐 也可以这样翻译 这个赐字是恩赐 他用的原文就是这个字 这是一种恩赐 我们再看十度行传八章二十节 十度行传八章二十节 彼得说 银子和铃一同灭亡 因为你想神的恩赐 是可以用钱买的 这个受圣灵 这是神的恩赐 这是普遍的恩赐 这不是用钱可以买的 这也是普遍的恩赐 跟得救有关 当时撒玛利亚 门徒求圣灵 彼得又喊给他们按手 圣灵就充满他们 这也是普遍的恩赐 跟得救有关 十度行传十三四十五节 我们就不要再翻 大家都很识 彼得说 因听见他们所谎言 称赞神为大 那既然呢 神也把这个得救的恩赐 给他们 那我是谁呢 男子 我们看 我拿十张看 彼得 四十五节 那些奉格里和彼得 突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 也交在未般人身上 恩赐 这是格里流存家受圣灵 说方言 这也是普遍的恩赐 所以说这个普遍的恩赐 跟得救有关的 十度行传十一章 也是这样的 神跟他们恩赐 跟我们一样 所以说这个恩赐 是普遍的恩赐 是方言什么 祷告 方言祷告 是普遍的恩赐 是神的恩典 那方言祷告 他的对象是神 不必要放你出来 自己向神祷告 我们看 格林多前书 十四章第二节 哥林多前书 十四章第二节 请大家一起读 这一段圣经 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用方言祷告 是不是祷告给人听 来是跟神听 跟神讲话 没有人听出来 说方言 人听不懂 是不是 我们说方言 是不是听不懂 我就会经常笑我们 你们讲什么意思 神怎么知道 那神知道不知道 所以你说心灵里 讲述 这是天国的话语 怎么会听不懂 好像英国人讲英国话 他们当然听得懂 神的国度 好像打电报一样 打电报那个声音 不是很单调 他说我里面 滴滴答答什么意思 滴滴答答什么意思 那个打电报 是不是也是滴滴答答 但是里面有没有意思 啊 有没有意思 里面 那个电报 就是有意思 所以说神知道 我们是给神打电报的 神当然知道里面的意思 所以有的人 他是用人的智慧来讲 也是还有南京当时 有一个慰救会 那天晚上找我辩论 后来也整整了 被神抓住 跑不掉 他说离那个岛 那个方言 哒哒哒哒哒哒 我也会讲 从肚子里面好像活水浆河一样 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说没有人听出来 这个很正常的 圣经就是明明告诉他 人是听不懂的 然而他在心里里讲说各样的奥秘 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在罗马书第八章说 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 帮助我们祷告 圣灵会咒作神的意识 帮助我们的祷告 我们那个祷告 如果用悟性祷告 很多会参加灵意在里面 天天求肉体 求了半天 用悟性祷告 很多会带出灵意 但是我们如果进入圣灵 祷告的时候不要动脑筋 一边空白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圣灵的祷告 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 圣灵会造作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 那个时候祷告不会有灵意产生在里面 所以说这里说我们的悟性没有果效 也就是我们的悟性的理解愿不上 我们看 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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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什么意思 我们用方言祷告 是我们的灵在祷告 我们的悟性怨不上 我们的智慧怨不上 你不要收藏寡度 讲一些什么好听的话给神听 以前人家说 我成长老千回牧师 哎呀祷告非常好听 我刚开始一两次 真的他们祷告很好听 跟做诗歌一样 我跟他们相处就好像每次都是那么几句话 他们背在肚子里面 那个不是出于心灵的诚实的 那个是做文章给神看的 做表面文字做文章的 那个是不是心口如意 那个是人的意思在里面 为了美妙 讲给人听 那个不是讲给神听 那个是讲给人听 哎呀这个牧师很有学问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说灵祷告很重要 如果我们灵祷告 圣灵祷告 悟性理解怨不上 不要你去思考我该祷告什么 当你祷告很深入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想 那个时候你头脑一片空白 那个时候祷告是你最甘美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你的心跟神最接近的时候 最亲近的时候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说方言祷告对象是神 他不必要方言 那方言祷告是受圣灵的凭据 这个使徒音传十章四十四到十十六节 怎么知道他们受圣灵 是因听见他们受方言 是受圣灵的凭据 同时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 造就自己 所以说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 所以使徒保罗他非常重视自己的造就 造就自己的灵性 所以在十八节他说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个人灵修祷告的时候 他是用方言祷告 方言祷告造就自己 但是魏教会常常 十九节他说 但在教会中 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 强如万句方言 他完全 绑完这个只抓住十九节 他说明方言不重要 你看五句悟性的话 强过万句方言 但是保罗是怎么讲 在教会中 因为你要造就慧众 造就弟兄姐妹 所以你就不能用方言 讲道了 在三面吉利呱啦 讲了半天 人家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是吧 那你讲 那你说 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要审查 审查自己 我们要法乐心 四分如 这个就造就了 是不是 所以王王那个端章曲 他在教会中 为了造就弟兄姐妹 必须用悟性 用悟性来讲道 用悟性来造就 那我们个人祷告呢 灵修祷告 方言祷告 那我们接着方言祷告 我们说 感谢啊 赞美啊 懺悔啊 或者祈求啊 你就可以自己单独 跟神交通的时候 你就可以方言祷告 这个是方言祷告 方言祷告 这个是普遍的恩赐 这是关乎得救的 这是受圣灵的凭据 方言祷告人是听不懂的 但是我们是跟神交通 我们的祷告神至到我们的义士 那第二年方言讲道 方言讲道 这是特殊的恩赐 原文他愿字是这个 这个恩赐 他是 他这个愿的恩赐 他是愿这个字 跟前面普遍恩赐不一样的 这个特殊恩赐跟得救没有关系 方言 方言 好像这个方言讲道又翻出来 必须又翻译出来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章 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 方言说明一读圣经 恩赐仍有分别 圣灵却是有 这里恩赐 这里所用的恩赐是什么 特殊的恩赐 方言讲道 那个就是特殊的恩赐 所以接下去说到九种造之有教会的恩赐 这个通通都是特殊恩赐 我们看第九节 第九节 第九节 我们接下去念 第九节到十一节 分耶稣明读圣经 又有一人们这位圣灵是他信心 还有一人们这位圣灵是他一定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信一人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念别主祢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谎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 随其一分别归人的 整理说到恩赐 恩赐 恩赐 医病感鬼的恩赐 能这位圣灵赐给他 赐给他这个赐都是恩赐的意思 这些都是特殊的恩赐 好像医病感鬼的恩赐 有的人很能行义人的恩赐 有的人辨别助祢的恩赐 这都是这位圣灵随己意分个个人 圣灵感觉他给你什么恩赐 就什么恩赐 我们不要强情 圣灵随己意 随己意 圣灵知道你这个人给你什么恩赐 我们就接受这个恩赐 那我们接受了这个恩赐 我们就把它运用出来 服务教会 用这个恩赐来服务神的国度 这就是特殊的恩赐 特殊的恩赐 我们再看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这也是特殊的恩赐 和耶稣们一读圣经 神在教会所胜利的 第一是十五 第二是十四 第三是十四 其次是其利人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伴助人的 至于是的 所怀疑的 这里说到恩赐医病的 这个医病也是特殊的恩赐 三十节 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其都是说方言的吗 其都是方方言的吗 这里他们常常这个恩赐 也是特殊的恩赐 结果卫教会常常说 其都是说方言的吗 那就说明他这个把方言讲道 跟方言祷告把它分为一趟 你看他这里方言讲 其都是说方言的吗 其都是方方言的吗 把它连在一起 有时候神有特别的质疑 当我们还不明白真理的时候 有时候神需要用方言讲道来召集我们 但是文革后期 我就经历过好几次 现在好像没有 因为我们信仰很自由 但是我经历过好几次 聚会的时候突然有人被圣灵感动 说方言 一个人就把它翻出来 讲一句方一句 讲一句方一句 跟我们的讲道一样 一人一句 这是特殊的需要 特定的情况下才出现 这不是普遍的 但是我们祷告 随时祷告说方言 这个是普遍的恩赐 其都是 所以很多 他这个 对圣经 因为对方言祷告 跟方言 这个 这个讲道搞 把它分为一堂 所以认为 这个是最莫等的恩赐 所以说你看 要叫一个人 能说方言 要叫一个人 能方方言 他就一个人 那就说明 不一定所有的人 都能说方言 是不是 你看 但是这里把说方言 跟方方言 连在一起 有没有 那 那就说明是特殊恩赐 但是 根据 我们 海外有一个传道 叫做 江南银之士 江南银之士 他研究 就是受圣灵说方言 这本书 我最近正在深入的去看 这本书 他在 他查考圣经原文 没有这个说字 其都是说方言吗 他的原文意思是什么 其都是能分辨方言的吗 说明说方言 有时候又分辨 分辨方言 这是一种辨别 不是说的 是分辨的意思 判断方言的意思 所以有的人 他把防御前说字 结果就误导了很多人 误导 所以说方方言恩赐 这个是特别的恩赐 说到这个见证 那我就简单提一下 我在文革期间 一直说方言方方言的禁 好不好 当时也是偷偷目目聚会 这个大概是 七几年 七四年 大概是七四年 我们当时在一个老姐妹家里 当时四人帮还没有被打倒 当时很紧张 但是我们偷偷聚会 一个小房间 大概只有一半大 这个房间一半大 四面都没有墙壁 都没有 不是没有墙壁 没有窗户 这是完全封闭的 在两栋大房子中间 这个对于没有人来说 旧房子 在两栋大房子中间 有个房间 没有窗户的 前面是一个柴火房 后面还有一个门 开进去就是个房间 暗暗的 暗无天人 里面就是开几个天窗 小小的天窗 关键很不好 我们就偷偷目目在那边聚会 很怕被人家抓 那有一天晚上 那边聚会 有几十个人在聚会 那一天晚上是我领会 领会聚会 我摇领 祷告 最后一次祷告 祷告王 我摇领 很奇怪 一个弟兄 一个姐妹 这是年轻的 他就一直祷告 不停止 不停止 我们摇领了 阿门 他不停止 那我走过去 奉耶稣命阿门 跟他按手 也不停止 那怎么办 那我就待住了 那怎么办 晚上整个一直祷告 那我当时就想到 圣灵感动我 那我说 大家再祷告一次 今天晚上 是不是神对我们 有什么特别的旨意 如果神今天晚上 有特别的旨意 请大家 同心祷告 求神赐下方方眼的恩赐 我就叫大家 再同心祷告 结果祷告 他有几分钟 我再次游灵 停下来 大家都停下来 结果呢 两个姐妹就是 两个姐妹 就逼着眼睛 一个人找一个 一个人找到这一个 一个人走到那边 两个角落 因为这两个人 是在不同的地方 他们在那边聚会 就是一直祷告 一直站在那边 但是也没有可以啊 因为地上很脏 但是一般都是站着祷告 他闭着眼睛 就是边祷告 边走到这个面前 那个姐妹 边祷告 一边到那个弟兄面前 那就开始了 两个人就是 方言一句 他们翻成我们本地话 父亲话一句 不是普通话 不是普通话 是讲普通话 他讲一句 方一句 那一对也是这样子 讲一句也说方一句 哇 他讲我眼睛肚 就 有些人在那边看 有的人把笔记本 拿出来记 讲什么 我当时也记 而且这个笔记本 不知道人到哪里去 当时因为在压力之下 就是勉励大家 有坚固心心 神跟你们同在 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 也曾经对我说 王清如 你有敢抢转打 你不要害怕 你有四分组 就是这样点我的名 点了我的名 大概这样子一直讲 大家回家的片段很惊奇 大概祷告有 这样子有四几分钟 结果那个 K瑞老子是有点着急啊 他在后面 叫他停止啊 什么讲到什么时候 讲到天亮 结果马上叫他停止 我到时候自己会停止 结果那我就不敢动了 那我就站在那边 继续看他们讲 大家又讲了五六分钟 结果那两对人 同时唱赞美诗 唱赞美诗是什么 荣耀归耶稣 缘不改得住 就是唱这个 四个人同时唱这首赞美诗 四个人同时唱 唱得很整齐 唱得非常好听 结果你边唱边 有一些简单的动作 不是乱扁乱跳 就是手会动一下 脚稍微动一下 那个动作又非常优美 好像那个舞蹈家的动作一样 非常优美 本来这四个弟兄姐妹 都不会跳舞 但是那个领舞针的动作 就非常好看 好像舞蹈家的动作一样 很简单 结果这一首赞美诗三段唱完了 四个人同时停止 幻生大笑 他们都知道 他们在讲什么 非常的清醒 但是没办法停止下来 这就是说方言方方言的恩赐 这是需要的时候 才显明出来了 这是神的一种特别的旨意 这是推出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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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方言的 这个方言讲到的 那个对象是人 他不必要方语 他必须方语 不方语是不可以的 他是对象是人 所以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二十七节 我们看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分耶稣名读圣经 一句说 这些主要 你们具有的时候 个人 我有师哥 我有教训 我有启示 我有欢愿 我有欢出来的话 凡事都担照旧人 若有所欢愿的 是好两个人 是说三个人 既要人有这说 既要一个人放出来 若没有人放 就当在贵重地口 只被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这里就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说方言 是方言讲到 那最多只能 两个人或者三个人讲 你不要大家一起讲 真做讲 这个是很有哲学 我们的神是很有哲学的神 有人留着说 同时又有人翻出来 如果没有人翻 那你就当闭口 那就是方言祷告 那你就不是方言讲到 就当费重闭口 就应该翻出来 同时这个方言讲到 所谓的造就教会 造就教会 这里我们刚才 这个格林多前书十四三 第三节已经多过 是要造就方言 说方言是造就自己 做先知讲道 来是造就教会 就是方言讲道 所谓的造就教会 那借着这个讲道 来教导我们 来督着我们 我们错了 给你指出来 有时候圣灵 会感动 把你指出来 就错误 还有劝勉 安慰 好像我们刚才 这个 我们说到那个见证 就是当时 在信仰不自由的情况下 神借着方言讲道 来劝勉 来安慰我们 因为当时大家 哎呀 很紧张嘛 哎呀 信仰这样不自由 怎么办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以后教会该怎么办 好 那这样 借着 将方言讲道 来勉励我们 来安慰我们 所以我们很受着急 哎呀 神跟我们囤在 我们害怕什么 神在我们中间 我们聚会的时候 神在中间 甘惨状大 这是一种作用 特殊的情况下 出现 出现了 但就是方言讲道 也要我们也要判断 也要什么 圣诗明辩 也不是说 哎 所有你看 等一下 你等一下 说方言 方言讲道 一个人说 一个人方 那都是出于神 也不一定 你看圣经上 我们还有什么 叫圣诗明辩 有没有 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 二十九节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二十九节 奉耶稣明读经 至于所先知讲道的 只好两个人 博士三个人 其余的就当圣诗明辩 就是方言讲道 你不能太多 你太多产生混乱 有的时候邪力也会混乱交回 那我们要圣诗明辩 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 你缺乏这个圣诗明辩 有的时候就会受迷惑 以前这个在浙江 在那个灿烂这个地方 也一个也是我们正义处教会 但是这个教会 因为几十年都没有传道人 见你以后 传道人没有见过 我当时去的时候 因为有先临混乱 我去的时候 我说前一次传道人 什么时候来 一个老弟兄 他说我信主现在 还没有创见过一个传道人 今年才第一次看到你了 哎呀我听了 真的感觉很老实 是当时初期工人 有个老知识 但是建立了以后 就到准会去工作 以后就没有再回到家乡 那个教会自己在那边存在 结果因为没有真理 没有很老年的工人 有些人带你就是产生变差 出现邪灵工作 但是也是有些人偏激信仰 这边祷告说拓然圣灵出马 说方言方方言 他说今天开始 谁也不能停止聚会 谁停止聚会又下地狱 结果谁也不敢停止 结果那边说方言啊方方言啊 唱歌啊跳舞啊打乱 我一般人给抗戏一样 我一直在那边抗 因为谁也不敢停止 你停止了等一下又下地狱 谁敢 结果我一般人给抗戏一样 我一直在那边抗 几天三天三夜啊 一直聚会 那有的人就受不了 体力不能支持 有的人就分岛 结果因为后来被警察知道了 公安去来 把那个负责人带走 害怕他才停止 不抓走 他还不知道 你怎么搞这样子 他就说我们是为病人祷告 才这样子 你不能这样子 你再这样子以后 里面就不可以这样子聚会 我就不允许你聚会 后来他不知道就跑到这里来 请我们去 那我们去 才发现 这个因为真理不明白 有一些邪灵粪乱 后来我们就讲灵界变证 一去讲灵界变证 邪灵突突跑掉 一个人都没有启示 不然一祷告就说谎言 谎言所启示 这个所以说魔鬼是最怕真理的观照 一观照他就 用心就秘乳 那就很安静 接下去后来那一次 我是跟张博一个杨宗斯之士去 结果那一次还犀利是多个人 那一次 大家真理提高认识 真理的认识就提高 所以说这个造就行了 那是方言讲道跟方言祷告 我们现在说到这里 那现在说到圣灵的问题 我们必须对圣灵的一些基本认识 我们要搞清楚 不然一些基本概念没有搞清楚 我们会产生认识上的一种模糊 圣灵真理非常重要 第三点 圣灵降临 是神对人类的三个最大应许之一 但是很多人不认识 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要等候互属应许的圣灵 这应许两个字非常重要 大家要理解 这是神答应的就是应许 神跟人类应许是非常多 好像跟亚伯拉罕的应许 跟以撒的应许 跟雅各的应许 跟罗亚的应许 但是这些应许很多 但是有三个应许才是最大的 是什么 第一个应许 神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为做我们人类的救主 这是第一个应许 旧约时代 做我们人类的救主 第二个应许是什么 圣灵要降临 那是什么 建立神的救 教会 来完成神的救恩 耶稣定死十字架 他说成了 这是什么 神的救恩实现了 但是完成了没有 没有完成 要靠圣灵来完成 圣灵借助 建立神的教会 来完成神的救恩 圣灵降临 所以旧院里面有很多预言 有耳书 生命记 还有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 主耶稣 当时传道的时候 他就说他去 有拆遣保费师来 这个圣灵又跟我们永远同在 这就是应许 第二个应许 那第三个应许是什么 主一定会再来 审判万民 这是三大应许 那两个应许已经实现了 是吧 主耶稣到陈洛山来 十月来没有 圣灵降临 十月来没有 那主耶稣一定会再来 大家相信不相信 对 一定要相信 主必再来 所以说现在我们查考圣经 发现这个灶头 走来的灶头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们随时有做好准备 见主耶稣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 所以我们赶紧有灵修 做得救的功夫 让我们良心对神无亏 主耶稣你今天来 我也不怕 明天来我也可以 不然老婆说 哎呀主耶稣我还没有离 你应该等我几天 主耶稣不会等你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赶紧 赶紧做得救的功夫 赶紧要做 主一定要再来 这我们要明白 这是三个最大应许之一 第四点 圣灵跟得救是有这些关系的 圣灵跟得救有关系 敬神的国必须从圣灵重生 是不是 必须 利二强敬神的国 第二点 圣灵会赐个人永远的生命 圣灵使我们得生命 你看以西界书37章 当时以西界先知 被圣灵引导到旷野 看见旷野遍地死人的骨头 是不是 遍地死人的骨头 死人的骨头是没生命的 结果神 烂什么 风 进入这些骨头 结果这些骨头就连起来 有骨头上有长筋 筋上有长肉 以后变成人 以后站起来 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 那神的气息 进入这些骨头 使人得生命 是不是 所以说圣灵让我们得生命 是个我们永远的生命 所以灵重生就是悔改得生命 我们刚才这个 《十度行传》十一章也读过 《格里牛一家》 悔改得生命 所以灵重生就是得生命 第三点 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 没有基督的灵 这个在罗马书八章第九节 圣灵表明我们是属基督的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受圣灵就是属基督的 同时圣灵表明神跟我们同在 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不错 三章二十四节 尊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尊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我们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所传扬的真理 符合圣经 所以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那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怎么知道 乃是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 怎么知道神跟我们教会囤在 我们感受我们真教会是神囤在的教会 用什么来证明 圣灵可以看见 可以听见 受圣灵可以看到 不是说神把他请过来 耶稣在这里 我拿出来给你看 但是圣灵 证明圣灵跟我们同在 同时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 圣经罗马书说 我们神就拆祂的灵 进入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可以无教阿爸父 我们可以叫我们的天父 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 圣灵是承受天国祭业的凭据 是个凭据 凭据什么意思 就是值 就是蛋头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将来天国有希望 我们进天国有希望 神给你一个凭据 那你可以放心 这是天天国的复照 就是复照的意思 你得到这个复照 你就可以放心 这个是值的意思 先给你 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入天国 但是我们因为得到这个圣灵 我们相信将来天国跟我有份 说我们有胖吗 值就是预先给你 做一个证据 好像我们世界上买房子 大家买套房有没有 我看中了 某一个地方 某一栋子 楼房的几楼 那一套房子我看中了 我用你买 那你买它还没有建完 那你怎么样 那你又先叫定金 先叫几万块定金 他以后打一个收据给你 是不是 这个收据就是值 给你一个凭据 今晚你现在还没有住进去 但是你得到这个凭据 你就知道 某一栋楼 地级套房 肯定是我的 我将来一定会住进去 是不是 这样子 这就是值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圣灵 所以我们进天国的凭据 就是这个意思 神给我们做一个得救的证据 让我们放心 得基业的凭据 同时 这个受圣灵 将来会使我们末日复活 圣灵 会使我们将来可以复活 神的灵 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 罗马书八章十一节 福音说明读圣经 你看 叫耶稣从死里 护活着的灵 圣灵 住在你们心里 我们的灵跟耶稣是一样的 那个灵住在耶稣心里 会使耶稣手里复活 现在同样的灵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将来也会复活 因为什么 生命是相同的 是不是 生命和灵是相同的 这跟灵与灵是相同的 主耶稣握住审判的时候 他 大号筒吹响 耶稣 灵到天上 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 大宝座上 号筒吹响 那个时候又复活 那我们这些人是什么 我们是 有基督的灵 圣灵坐在我们心里 那个时候就复活 就把我们提到天上去 把我们提到天上去 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他相同 我们的灵跟他相同 他会使我们复活 以前一些年轻地缘结尾 他不理解这个什么意思 生命相同会复活 好像会死了 死了就死在地上 再来护活 怎么护活 一旦神的灵灵到的时候 因为我们原来 我们也受圣灵 耶稣也是圣灵 耶稣就是那灵 那个灵灵到的时候 那个就活起来了 我举个例子 我当时给他们举个例子 他不知道确切不确切 但是对他们有启发 我说好像天丁 一把天丁换在这里 他是死的 他不会站起来 但是一旦你池天灵到的时候 他会站起来 是不是 一旦靠近他 那个够大 池力够大的时候 他就会去上去 是不是 因为他这个灵 什么 相同的 生命相同的 你这个天丁被去上去 那你火柴感就像不去 火柴感 是不是 因为你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 所以说我们 所以说我们得到的圣灵 这是非常宝贵的 这是无价之宝 我们每个归路主的敌人姐妹 我们得到一定要保守 我们有非常感恩 主耶稣把这么宝贵的 无价之宝 三四个我们 所以我们得到天国的圣神盼望 所以我们常常说 感谢主 感谢什么 有的人说 我没有什么东西感谢 一个弟兄还说 他老婆叫他感谢主 他说今天没生意 还要感谢主 他说没生意 还要感谢主 主耶稣救命啊 又不要感谢 把我们从撒旦拳下救出来 又不要感谢 主耶稣把天国的护照给我们 又不要感谢 人家给你一杯美国的护照 你感谢不感谢 你明天可以去美国啊 我看你会高兴的晚上睡不着觉 你会感谢 感谢不知道会讲多少句 感恩不尽 是不是 让我们主耶稣把这个圣灵 赐给我们 我们有没有感恩不尽 我们天天有感谢主 好 感谢主 那下午就学到这里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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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